有天明跟大家说你好 大家都在问 你们家养这么多猫 怎么都没有猫毛啊 怎么可能没有猫毛 家里这一堆掉毛鬼 你们一个个的 就这个 就这蒲公英 怎么可能没有毛 我给你们看看我们家 没瘦屋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就这地上的毛 这毛 来给大家抖一个 你不怎么掉毛 狗 狗可能掉了 然后还有 啃的这纸箱子 这这这这 家里的小耗子 这养的都不是猫 咱们今天就来一个 沉浸室做家务 咱们收拾屋子 要先从上往下收拾 先把高处的毛 至少先弄到地上去 这种小胆子 很好用 我买的是 比较便宜的替换装 它原装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太贵了 便宜呢 虽然那个吸附能力没有那么强 但是凑合也能用 把这些都 担一担 担一担 最近北京还刮沙尘宝 真的太可怕了 家里都是土 这种都要先担在地上再说 还有一个更简单粗暴的办法 再拿一个吹风机 对着这个缝一吹 猫就都跑了 毛也都跑了 尤其是这些不好打草的缝隙 一吹 毛就会飞出来 还有这个桌子底下什么的 能吹出一堆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比如一只狗 这一吹家里就跟下雪了一样 你们可能看不出来 你们应该能看见 今天阳光挺好的 都飞起来了 然后将来处理 猫爬架上这种沉黏老毛 之前好多人问我 这个刮毛的东西 你就说刮毛器就能找得到 但是一定要喷水 喷完水才能刮出这种效果 还有一个更懒一点的办法 就是用这种比较厚的湿巾 在上面你就蹭 也能把它都蹭下来 或者是橡胶手套沾点水 反正你只要弄 它肯定能弄干净了 养一个不是事儿 我这二十多个我都没封呢 不至于封了 这春天就是掉毛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天气比较干燥 毛就容易粘得哪儿软都是 再喷点水 收拾起来也很快 主要是就是得收拾 这期视频没有毛爸 他不在家 他上班去了 而且他对做家务这件事 没有什么发言权 你们也不要纠结 什么毛趴架沾不沾毛 你就想吧 这些毛 不沾到毛趴架上 它不就得沾你身上吗 它不就得沾在沙发上 床单上哪哪儿都是吗 所以沾到毛趴架上是好事 大概处理一下 上面的浮毛之后 家里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看起来有点吓人 但是没关系 咱们开始扫地 普通的条会儿 咱至少得咬一把吧 我觉得这种前面有点开鲜 这种毛的会比较好用 它比较稀毛 然后咱们不要 不要这么扫啊 咱们不要扫它 就把它这样 刮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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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着它走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会收获一大拖毛 然后咱们需要一个这种 前面 哎呀 这很好操作 前面带铲的 过去 不过咱们也可以用这种 就是刮水的调装 这个除毛很好用 把它这么一刮 然后毛就不会飞起来了 为什么不直接用吸尘器 或者扫地机器人呢 因为我们家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家里有耗子 那耗子 这个直接用扫地机器人的话 它会卡住 还有这些猫 对 就是这个耗子 现在正准备逮我的这个 对 就你 太可怕了 你们怎么这么能掉毛 这一天天的 拉面收拾得差不多了呢 咱就可以让机器人开始扫地了 好多人问我机器人怎么选啊 我也做过那么多推广了 首先咱们要选一个带激光导航的 就上面一般会凸起来这么一块 然后呢 适合 扫毛毛的呢 是底下这种不带滚刷的 就一个吸尘口 进去就行 最好是扫拖分开 因为它边扫边拖的话 那个毛很容易粘在那个抹布上 然后现在扫机器人功能特别多 然后你们就按你们自己预算选就可以 预算多呢 咱就可以选个什么全能基站 又扫又拖 又不用倒垃圾 又不用换抹布 咱如果预算少呢 千八百块钱买一个最基础的 也够用 机器人开始扫地了之后呢 咱们就拿出吸尘器 把家里这种边边角角都吸 因为机器人不可能给你扫的 像你人工似的 哪都能扫得到 这些边角还得咱们自己扶理 吸尘器也一样啊 看你预算 预算多呢 你就买个好点的 什么三四千四五千 现在也有那种自动击沉 不用倒垃圾的 预算少呢 咱买个插线的 一样能用 一两百块钱 也能吸得很干净 然后空气浇化器 我们家有好几个 这个大的是我最近 刚从咸鱼上淘的 二百来块钱 因为客厅面积比较大 小的不太够用 给你们打开看看 它有多能吸毛 我在中间垫了一层 这个静电布 能省点滤心 最近北京在刮沙尘暴 就家里这个 已经没法要了 起开 起开 我都不是很敢拿 因为它会 你们起开 走 起开 不要 我不是叫你过来 起开 咱们选空气浇化器 要选这种 尽风口是 大网格的 不要买那种小眼的 小眼的不管用 毛进不去 这种大网格的 就能 绿掉好多毛 还有土 太可怕了 还得拿吸人气过来 来茶叶 起开 起 叉叉 叉叉 叉叉秃了的毛 也快长出来了 就过年的一天 我们老婆在家 是不是叉叉 我们叉叉又抑郁 你怎么 这么可怜的你 家里有地儿 一定要装一个 这种热泵式的 烘干机 而且不贵 一两千块钱 就能买一个 比较基础的款 给你们看一眼 这里面的毛 特别可怕 给我 锁手扣不开 啊 它掉了 我们放在这儿 给你们展示 一会儿我再收拾 这就是洗一次 衣服里面 出来的毛 其实 猫毛不是很多 但是衣服本身会掉一些 猫毛也挺多的 最后再给你们展示一下 我最近刚买的蒸汽 脱吧 这个应该等 记者完全扫完地再用 但是我没有时间了 一会儿小爱该回来了 然后他就出蒸汽了 这个我本来想买二手的 后来有一天 发现打折 不到300块钱 我就买了一个 就它不能除猫毛 但是它可以除静电 擦完那个地就很干净 不容易粘毛 但是它实在是 太沉了 我一般一个礼拜 会擦两次左右 多了有点累 比如像这样 比如像我脱的这种 顽固污渍 把它翻过来 然后再拖 就干净了 就是它只能把地上的污渍 脱干净 但是像这种毛 它是没有办法粘起来的 所以我一般用它 突然地之后 还会让扫鸡地再扫一遍地 就是这么个流程 我今天演示的比较快 因为我怕一会儿小爱就回来睡觉了 我就没办法给你们拍视频了 猫爸也不在家 就我一人 反正养二十多只猫 就生活大概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群毛环绕 然后也没有什么岁月静好 就怎么说呢 就乐意养它们 那就活该熟着累 是不是 这么可爱能怎么办呢 对不对 你还咬我 跟大家说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